射箭真的是一项很有魅力的运动 现在越来越多人都开始接触它 但是除了电视节目以外 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来体会到 舰的这些威力 精准度 还有现代射箭的一些技巧 而这一次我们请到的是 王老师他有这二十多年的射击射箭 竞技体育的从严经验 所以说我们这次能够有机会 请王老师来向我们展示一下 射箭的魅力到底是什么样 所以王老师像我这种第一次射箭的 新手小白该怎么样射出我第一支箭 好 我下面分为三个步骤 来给你讲解一下射箭的基本要领 第一步就是站位 两脚与肩同宽 脚尖向前 身指侧面面向你的射箭把位 第二步我们搭箭 把箭身放入箭台 箭尾放入掐箭口 我们开弓瞄准 右手三指 搭弦 开弓 贴于嘴角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 在开弓时 我们需要始终保持前手与肩部成一条直线 同时将右手将弓弦拉到一个固定的位置 我们一般会选择贴于鼻尖和嘴角 来保证每次动作的一致性 好 第三步 左眼为主示力 用红点瞄准你的射箭目标 瞄准 发放 通过第一视角我们可以看到 箭在射出之后会不停地旋转和抖动 而换成高速摄影机后 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 箭在离弦之后会像一条蛇一样左右扭动着 呈S型 朝目标的方向移动 而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箭本身并不是严格的钢体 在被射出的时候 它会被弓掰弯 造成一个扭曲的状态 而在扭动的过程中 箭身上还存在两个固定不动的点 称为波节 无论箭矢的扭动幅度有多大 它们之间的连线 会始终朝着一个笔直的方向 设下目标 那王老师我想问 有什么东西能够让我 更深度地尝试一下 设这个大把太简单了 呃 我们加一点难度 设气球吧 OK 那我来试一下 首先搭弓 然后提弓 然后放阵 然后三指 拉动 对 拉到嘴角 对很好 就这样 差一点 再来 这还不中 哎好 哎呀 哎呀 厉害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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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箭不就射出来了吗 王老师 怎么样 王老师 我这个水平属于 非常厉害 真的吗 下一届亚运会 你很有希望 这是我的尾巴 各位看到了吗 既然我尾巴已经跳到天上了 连气球都能射爆了 您有没有什么更厉害的技能 能够把我重新打回到地面上 没问题 谢谢 既然连这个飞排你都能够射 如果我扔乒乓球给你 你能射吗 我们可以挑战 你可以做到自己扔自己射吗 可以 这也是可以的吗 对 前面的挑战王老师都轻松完成了 所以我们决定搬上终极挑战 江湖中一直有个传言 就是可以用自己的剑 把别人的剑给拦截破坏掉 那出于安全考虑 我们把剑矢换成了零伤害的攻防剑 我们想来看看老师能不能用手中的剑 挡住我朝他射出的剑 那我们来试一下 3 2 1 我挡住了 防住了 防住了 就他直接就空中定住了 然后他就不动了这根剑 从来在空中就完全不动了 猛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你觉得射箭这个运动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很有趣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当地的射箭馆里面去体验一下 是一个非常不错陶冶情操的运动 那也非常感谢王老师能够来到今天我们节目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关注他的账号 可以看到更多有关射计 还有射箭的这些知识 如果你有任何想看的内容 也欢迎在弹幕上和评论区告诉我们 能不能去尝试把它给拍出来 喜欢这期节目的话 也请点赞和微信的转发 就能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下期再来点不一样 假如这个上面射我 然后我现在来扔这个飞盘 是个移动把你能射吗 我们来挑战 OK 来 3 2 1 这如果是我的话 爆头